大家好呀,我是周磊 欢迎观看零基础速写入门第一课之 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钢笔 这是野望绘画推出的一套超级细致的 钢笔速写入门系列视频 很少有人去从初学者的角度 很清晰易懂的去讲明白速写 也总会有很多人形容速写要比素描难 但在经历了五年的线上绘画教学之后 我觉得速写相比速描 更适合作为绘画入门的第一部 它有它强大的容错性、便捷性 以及相对于素描容易让人依赖与抄袭照片 速写它很看重你对物体的主观体炼的能力 它有着绘画最重要的自主性 具体如何学习 我会通过这套课程慢慢呈现 那我们就开始吧 刚准备从钢笔入手画速写时 你一定困扰过 到底选择一只怎样的钢笔入手会比较合适呢 我的答案是 要选择真正的、丝滑的、流畅的 不要用一些看似很丝滑、很流畅的钢笔 我今天要来告诉你辨别 什么是真正的好画的钢笔 钢笔是一个用线条去表现画面的工具 所以一只好的钢笔 一定要能够画出稳定可控的线条 和铅笔不同 铅笔也会练习线条 但是钢笔、碳笔这是软性笔 软性笔擅长去做颜色融合 所以你看虽然它们的线条粗细变化是很丰富的 但它们的排线最后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色块 所以钢笔的线条要求是画出渐变的 两头青中间重的这样的线条 这样子更方便它去做颜色的过渡 去衔接来做成色块 以刻画更加细腻的一些写实画面 但是钢笔、圆珠笔等硬笔工具 它是通过线条的疏密来表达颜色的深浅 你看线条密集一点的地方颜色就重一点 稀疏的地方颜色就浅 因为线条的颜色它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会通过改变疏密这一变量 让画面变得颜色丰富 钢笔画它很看重线条的均匀与流畅 所以能否画出稳定的线条 对一支好钢笔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下面会从这三点去讲解如何去调钢笔 第一,断不断末 第二,出末量 第三,辩写性 什么是断不断末呢? 其实就是字面意思 写的时候线条会不会像这样突然的断掉 我们通常认为拿到一支钢笔 立马写一写字 看到线条是连贯的就OK了 但写字和画画其实对钢笔的要求还是挺不一样的 画画对线条的要求会更高 比如我之前用这支钢笔的时候 画一些小线条写几个小字 觉得它还蛮流畅的 但是等到我真正去拿它画画时 它却总是断末 我当时好不爽,好难受 尤其是你外出如果带了一支这样的钢笔的话 外出画画的心情都要被它搞砸了 所以只靠写几个字来测试是不行的 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了测试断末的方法 你可以把笔左右侧着试一试 什么是侧着可以看这张图 好的笔是能够让你侧着画的时候也不会断末的 但不好的笔在你侧着画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断末 像这样 但其实当你正着用它们的时候 它又是很正常的,不出问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用侧着这个方式来分辨 它是否断不断末 因为画画它是会遇到多种角度的绘画情况的 所以一定要选这个经得起侧着侧风考验的钢笔 出墨量 出墨量就是画一笔墨水渗出的那个量 相比于上面说的出墨的那个断断续续 钢笔如果出墨量大 它也是很难受的 出墨量很大 就是画完线条之后 有些地方的墨水像积的水一样亮晶晶的 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因为钢笔的出水设计不好导致的 这种出墨量比较大的钢笔 它会很破坏画画的体验 因为你画一些密集的排线的时候 墨水会很容易的融在一起去 它就变成一团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几个地方 它就融在一起了 但你看一些好用的钢笔 它在去做这样的密集的线条的时候 它就更容易做到根根分明 不容易混在一起 就算混在一起了 其实它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因为它的量没那么大 因为出墨量大 这种钢笔 它还会导致墨水聚集在那里 不容易干 因为画画的时候手很容易去碰到画面嘛 碰到它之后它就会把画面弄得很脏 像这样 但是好的钢笔 它不会积水这么严重 一般只在那个尾端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积水 不会影响你整个线条都是积水 所以你擦它的时候也不容易把画面搞脏 这一点如果你的钢笔也合格了 那你的钢笔基本上就是一只好画画的钢笔了 便携性 很多人不太会考虑这一点 但就我个人情况吧 我还是鼓励大家经常去外面画画的 那如果你去外面画画带一只很重的钢笔 那肯定是不那么方便的 市面上面真的有那种很重的钢笔了 所以大家看我选的一些钢笔都是相对比较轻一点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相比于这种看上去很结实的全金属很厚重的钢笔 我更推荐你去使用塑料质感为主的轻便的钢笔 关于便携性这一点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就是牌子和款式的推荐 上面说了这么多 我知道很多人会希望我直接告诉你买哪一个吧 我懂那种心情 所以我这里推荐几款性价比不错的速写钢笔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来我干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最喜欢的这几只钢笔吧 这是英雄616的 这是百乐的贵妃 这是百乐的七八G 这是灵美的狩猎者 这几款价格从十几块到一百多都有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初学入门从使用的频率来想 记得一定要跟客服确定是选0.4到0.5毫米之间的这种中等粗细的款式 太细的0.3和太粗的0.7都是不那么常用的 好了 本节课就接近尾声了 快去挑选一只你心爱的钢笔吧 下节课我会推荐大家在画钢笔速写的时候 应该选择用什么样的速写本 那么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也喜欢接下来的这一系列小课 欢迎点赞转发 我是周磊 如果你还想获得更多的互动与学习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野望绘画 这里有画友 有课程 以及绘画相关的 一些有的和没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